中榮 中榮應該是輿論的一種壓力 讓他會緊張 欠很多錢 不然就說他可不可以借5萬 什麼 你要跟我借5萬 我拿那麼多錢 好 我借妳 妳要還 大家都聽到了 看錯的人都知道 好 第三個是 老實沒個性的也會被借錢 就看準你不會跟他要錢 對 老實人被欺負 對不對 我有一個男生朋友 他真的也是長了一副 就是一個老實臉 就是你那種占他便宜 你也料準他沒膽說出去的那一種 對 然後 就是妳會利用那個工作嗎 有很多人這種追求者都是老實 對 他就很老實 對 然後他前陣子就來找我 小媳婦型的 對 可是他是一個男生 然後他前陣子就來找我說 我陸陸續續借了一個同事 將近10萬 這麼多 然後這個女生 就是每次跟他借錢很聰明 他都是 不是他加匯款給他 他都直接到公司說 你直接拿現金給我這樣 而且這個 沒有證據 對 他就沒有留證據 然後我這個朋友又很老實 所以他根本不可能 去叫人家說 你跟我借2萬 借3萬要寫借據 然後他就說 最近這個女同事 他就離職了 然後他傳訊息給他 這個女生一開始是已讀不回 然後後來直接把他封鎖 他說那我現在要怎麼辦 他說還是算了 我覺得應該要不到 然後我就說 這種人就是欺負好人 然後我就說還要幫你出氣 因為他完全不接他的電話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那個女生 然後我來騙他說 我是他的法律顧問 我就說 你再不出 你再不出 10萬 快10萬 對 然後我就說 你再不還他的話 我就告你詐欺什麼 就嚇唬他這樣 然後那個女生就 他就 然後就刮掉 然後果然傲人沒當 他隔天馬上就把10萬匯給他 我還想說 要錢的也太順利了吧 就突然對自己還沒有知識 就是故意不還 對 他就所以他不是沒錢 他就是吃定你 我就是要A你的錢 對 就是要坑好人 我們這種長得很戀善的人 就很容易被 你也國際知識了 對 是財經界最豔利的 對... 因為體名叫豔利 好 長得並不業地 對 對 要有自信 對 好 其實我工作前10年 借出去的錢從來沒有 呆帳 對 全部都呆帳 都沒有人還錢過 然後後來呢 我就告訴我自己 要精明一點 那起碼呢 要一點學回來 搬去住精明一節 真的 住之前的都精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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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就想出一個方法 就是呢 如果再有人來借錢 我就請他們 就是我自己會 會就是列那個 就是借據出來 沒有 我自己會打借據 然後就是用電腦列借據出來 請他們呢 把名字 身分證之號 借錢的日期 然後金額 以及呢 他要什麼時候還 就是起碼要壓一個 還款的日期在上面 那如果呢 沒有還款的話 要罰多少錢 諸如此類的 我就用打仗的一個借據出來 後來我發現 不好 會還錢的人還是會還 不會還錢的人 他還是想辦法一直拖延 對 那我記得 有一次我的同事 他其實借款的金額也不多 大概兩三萬 我有點忘記到底是幾萬 後來那時候 他就在借據上面寫說 那我每一個月呢 還一千塊 他為了表示誠意 就每個月還一千塊 那也沒有很久 那一年就是還一萬二 如果是借兩萬的話 就兩年多就可以還完 對不對 還那麼久 其實 對啦 起碼兩年還可以還得出來 我覺得也還好 所以借據就這樣寫 結果後來沒有多久 他大概又工作了半年多 還是七 八個月不見了 然後他離職了 他也沒跟我們說他要離職 反正他就走了 他離職之後 我還是打電話問他說 某某某 你還有 還有一點錢沒有還我 那接下來 你是不是每個月 還會還我一千塊 本來想打電話問他 後來手機也找不到人 他可能是就是 真的又辦了新的手機 反正後面的錢 我就覺得算了 所以後來之後要再借錢 我就會比較謹慎 對 人聰明的話不二錯 應該是自保的方法 對 我在很年輕的時候 就犯過這個錯誤 所以後來我就不喜歡 隨便借人家錢 我那一年輕的時候有個同學 他遇到緊急的狀況 他跟我借了一萬五 但我這大學的時候 一萬五對我來說很大 對 二 三十年前 借炎時期 千塊都多了 借我來說 可是 本來是借炎時期 對 對 那時候是借炎時期 警總 跳舞在打腿 是借炎時期 三七五檢豬那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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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已經大公司有起點了 沒有 三七五檢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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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萬五 那時候蔣總統還在世對不對 對 講到某小學就走了 經國先生 經國先生在世 十大健身那個時候 十大健身 經國先生在我20歲生日那天 試試假瘋的 好不提這件事 假瘋的 還要解釋 重點就是說 她其實出了大困難 大家想想年輕女孩有什麼大困難 就是那個大困難 然後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又非常的保守 對 真的 所以我是因為在補習班教書 我算是同學裡面 身上比較有陷阱 可是我也是窮苦學生 但是我自己會賺錢 所以我就借她了 這很難拒絕 而且緊急狀況是 她又不能讓她的父親 我還幫她簽手術同學 妳陪她去嗎 我陪她去 所以很多年前的事可以講 然後後來我幫她簽 很緊張 我父母知道這件事以後 還好意的 打不完戲 沒有 因為不是我 是我父母會把我打死 但是我父母就同行我這個朋友 就帶她到我家做月子 我媽還幫她做月子 真的 因為時間沒有那麼長 那兩個禮拜 這樣就幫她這樣做月子 然後後來她就休養了 就結束了 下學期我就等她還我錢 一萬五是很多錢 她沒有還我錢 我說好嗎 我就在 我小時候就是這個 老師每個星菜鳥 小時候怕 到了大四 她上學期也沒還我錢 大四下學期我們快畢業了 是不是該還我錢了 要不然就要分開來了 對 對不對 妳有跟她要嗎 我不敢要 她也沒提 太老實了 她也沒提 我不敢要 她也沒提 我就天天一直想著 她忘了這件事 可是這是大事不會忘的 對 我可能忘記 這一切的一切 一直到大事 我們看我膽子多少 到我畢業前戲 我們要搬開宿舍了 會分開來了 而且她來這比較遠的地方 所以我實在想要講 還沒講的時候 她竟然有一天 拿著她新買的網球拍 跟我說 Ruby妳看我這支網球拍 那支網球拍 花了9000多塊 很貴 9000多塊 那個時代 很貴 她其實不是家境不好 是她當時不能讓家人知道 對 所以她不能讓她家人知道 所以我是家境不好 她不是家境不好 她是不能跟家裡拿利比 對 所以她跟我說 買了9000多塊的網球拍 我還是沒膽子說出口 那妳怎麼不還我呢 對 一萬五 然後我們就畢業了 然後現在就是30年後的鞋子 還是沒 她也有入依次元空間嗎 不是 還知道她是誰 我不知道她 30重拒有碰到 她不是我告訴妳 還是很立志 她後來才會網球國手 可能 不是 沒有 更立志的是 30年後又碰到她 Ruby 當年那個費用 我就在考驗妳 要不要那支9000塊的網球拍 你沒有 現在這支是給妳 一把金的 一把銀的 銀的 金補銀補 銀補 銀補補補補製 現代版 所以我花了一萬五 還有我媽媽兩個月燉的麻油雞 得到這個教訓 就是她不想還妳千年 下次人家再說 用這個理由的話 妳說我剛好也要夾 妳不要夾 兩個比較便宜 不是剛剛老師那一招說 我剛好手頭也緊 我說沒有 我剛好最近也要夾 妳要夾 妳要夾 沒有 這得到教訓是什麼 後來我真的感受是這樣 就是 妳要借出去的錢 絕對要當作它沒有了 然後妳負擔得起 所以影響生活 妳可以借這個錢 所以3萬5萬對我來說 就是幫妳而已 妳當時可以用一些 委婉的方式提醒 妳方說妳就端一盤水果 到她面前 妳說妳看這個水果 妳是會想跟人家分享 還是說想說這可以 沒有多少錢 妳在幹嘛 妳在看她的心理作業嗎 我要作業一下 我是不是一個人被借錢的人 OK 我看的時候我才體恤 對 要給她大智慧 要是現在我 我會直接跟她說 妳不值得我借妳錢的情分 馬上還來 我會直接跟她講 那時候還小 妳練夠了 膽子也大了 哪個時候年紀不好意思講 我覺得老實的人 真的有一個很吃虧的地方 是很月暈 我們現時學 之所以會有這個月暈就是 她會把很多特質加妳身上 她會覺得妳老實 應該也是比較好欺負好講話 不會為自己主張妳的權益的 所以我覺得 要打破月暈一個方法 就是妳就帶幾個有沒有 口無有力 然後到她面前說 妳上次說 哪一個人欠妳錢告訴我 然後妳就嚇她 嚇她一下 妳說保守威龍看太多了 我覺得 我的意思是說 要打破這個月暈 讓她覺得妳沒有那麼好欺負 對 或是像星宇剛剛的方法也有效 直接說 我現在就是有法律 然後打給妳 我不是那麼好欺負的 所以要打破這個月暈 比較容易要回妳的錢 然後下次 也沒有人敢再跟你借錢了 一次就夠了 對 不能一直老實被人家欺負 真的